你知道火焰巨人苏尔特尔在设定里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吗 在电影《雷神3》里不仅出现了死亡女神海拉 还出现了九大国度之一穆斯贝尔海姆的统治者 火焰巨人苏尔特尔在电影的设定里 火焰巨人曾在五十万年前被奥丁打败 并夺走了他的法宝永恒之火 原本奥丁是打散将火焰巨人杀死的 但是他却侥幸活了下来 也因此在电影的一开始出现的火焰巨人 才会是一副肾虚的样子 随后在电影的结尾 索尔为了打败海拉 让洛基利用永恒之火将火焰巨人复活 而此时复活的火焰巨人在永恒之火的加持下 实力已经达到了天赋级 强大到可以无视海拉的攻击 还让诸神黄昏成为了现实 一剑插进了阿斯加德的核心 让其成为了宇宙中的尘埃 而他的这把剑则是被称为目光之剑 是一把可以打破维度障碍 抗衡奥丁之力的宝剑 在原著漫画的设定里 火焰巨人在永恒之火的加持之下 实力强大到连奥丁的父亲 神王布尔都无法将他打败 只能让他的三个儿子去到穆斯贝尔海姆 盗居永恒之火 从而削弱火焰巨人的力量 可是奥丁三兄弟的这次行动 却被索尔特尔发现 并对他们发起攻击 最终奥丁的两个兄弟牺牲了自己 把力量献给了奥丁 使得奥丁实力突然提升 获得了打败火焰巨人的力量 才夺走了永恒之火 苏尔特尔可以说是 九界里最古老的一个存在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邪恶的存在 而在电影中 索尔之所以能够轻松的 就得到了苏尔特尔的皇冠 完全是因为这个时候的 苏尔特尔 已经失去了永恒之火的加持 如果是拥有永恒之火加持的 火焰巨人 身高就已经超过1000英尺 且拥有一千克赤热太阳的力量 以及拥有超强的力量 耐力和韧性 甚至可以轻松举起 超过100吨的重物 可如此强大的火焰巨人 在设定里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引发诸神黄昏而已